所以提问到说 我们在做遗传工程的时候 用的子体 常常会带着抗药基因 例如抗抗生素 为什么呢 是为了拿来筛选 因为这个 你看这个是子体 然后我有很多细菌 有的细菌准时成功了 子里进来了 有些细菌没有 有些细菌有 有些细菌没有 那我怎么知道哪些成功哪些不成功 你加入了那个药 例如抗生素 没有准时成功的 死了被杀死了 你只要有这个抗药性基因 就会活下来 活下来 所以我利用这个抗生素 可以很快的筛选出 谁哪些细菌基因 已经转植成功了 所以它的功能叫做 筛选基因转植成功的细菌或细胞 因为没有成功的 会被这些抗生素杀死 所以这个子体上 必须带有抗药性基因 来帮助我做筛选 做是否基因转成成功细胞的筛选 所以答案是C